我们今天大会主席 我们校庆筹备会 营主任委员 叶校长 我们家长会刘会长 还有我们龙潭乡大家长 叶祥长 与会很多的校长 很多的长官贵宾 我们龙园国小 所有的老师 学生 还有家长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非常荣幸 今天有这个机会 代表我们桃园县 吴志阳县长 来参与我们师员馆 一个落成的典礼 同时也是我们龙园国小 50岁的生日 真的相当的荣幸 大家都知道 教育 它的成败 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相当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全世界大家都认为 教育事业就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工程 坦白讲 我们桃园县虽然是一个工商大县 每一年 每一年我们每个人 他们创税能力在全国都是排第一 可是目前桃园县的财政 仍然相当的困难 因为它受制于财税化分的不尽公平合理 但是我们吴志阳 吴县长 他不希望我们桃园县的子弟 他们不希望我们未来 我们国家的主人欧输在旗袍点上 所以对于教育 这个区块的县政务的经货预算 他从来毫不吝啬 也从不守暖 所以每一年在桃园县 县政的总预算里面 光教育这个部门 他就占掉桃园县政务总预算的50%以上 可见教育这一部分的投资 桃园县政务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的这个风雨球场 它来落成 基本上它有双重的意义 一方面 它是一个爱心的 等于是一个爱心的组合 爱心的一个节奏 在整个总工程经费部分 桃园县政务虽然补助了600多万 但是它能量不足 因为它总经费将近1000万 很能够很幸运的就是 我们的叶校长 他相当的热心 多方的奔走 他包括我们很多的家长 很多的杰出校友 很多在地的企业 十方善信大众 大家能够一起来捐输 叶校长募集了300多万 所以今天才有这个球场 它的落成 让我们的小朋友 不管刮风下雨 都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体育设施 来锻炼 他们的身心 相当的了不起 是一个爱心的组合 爱心的节奏 第二部分 我们看到前面这栋风雨球场 这么样的新年 漂亮美观 它是一栋环保的一个建筑物 不管通风采光 它上面的这种自然的通风 是非常符合整个环保的这种趋势 因为自然的通风 它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的这个目的 那目前环保是全世界的一个潮流 那我们这栋建筑物 一方面有爱心 二方面又能够符合目前 节能减碳环保的趋势 那校长呢 更用心良苦地把它取名为 私园馆 顾眠私益 无非希望我们的师生 在使用这个场所的时候 大家能够饮水师园 那其实它也代表 我们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杰出校友 他们也是饮水师园 所以今天捐助很多的善款 来完成这栋美轮美奂的建筑物 那我们农坛 叶香掌 他一向来提倡品格教育 微笑农坛 那也符合品格教育的这种用意 真的是相当的值得可喜可贺 那我想借这个机会 祝福我们荣言国小 校务在叶校长卓越的领导之下 能够日渐昌荣 所有的小朋友师生 学业进步身体健康 与会所有的贵宾 合家平安心想事成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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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